還帶你看到了石澳署的官網 在昨天是遭到了攻擊 而少夜跟頁面呢 一度是沒有辦法進入的 石澳署也對此做出了說明 一起來聽 石澳署是表示了發現異常的流量之後 便立刻的啟動緊急的應對措施 跟電信業者通力合作 降低攻擊所受到的影響 隨後也恢復了正常的服務 未來也將加強網路安全措施 來提高應對網路攻擊的能力